遠景來到泰魯閣國家公園公廁 公廁附近 仔細搜索 就連公廁後方也仔細檢查 就怕漏掉一點蛛絲馬跡 因為這裡也接收到了恐嚇信 即故宮博物館及陽明山國家公園 收到爆裂物恐嚇信後 15號上午泰魯閣國家公園 電子信箱也收到類似恐嚇信 信中提到已經在泰魯閣國家公園 安裝8顆遙控炸彈 並且會在下午3點引爆 警方接獲報案後不敢大意 立刻前往風景區 步道區 公廁等 人潮聚集的地方進行搜索 索性下午3點過後 沒有傳出任何狀況 與近期多個政府機關 所接獲的恐嚇信雷同 不排除是同一名的大陸籍 張信犯險所為 已經被地檢署發佈通緝 刑犯恐嚇手法已經持續兩年多 匿名祭出上百封恐嚇信 儘管這次沒有發生爆炸意外 警方依舊會加強巡邏 也活與遊客如果發現奇怪的人事物 一定要儘速通報 記者劉幾家 吳淮漢 花蓮報導